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然而他仍旧不愿意承认败选 在一系列关于选举结果的诉讼都已失败告终之后 特朗普又抛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说法 此前特朗普在佐治亚州被拜登以1.2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 其律师试图推翻这一选举结果的上诉 也被联邦法用驳回 当地时间12月30日 特朗普突然对该州的政治领袖们发火 他先是在推特上发文 打骂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坎普是蠢货 不让他寻找此次大选存在欺诈的证据 之后又将矛头对准了宣布此次大选 并不存在欺诈行为的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 称后者有个兄弟为中国工作 所以他们才不希望特朗普赢得大选 不过特朗普的这一番指责毫无根据 很快就被美国媒体推翻了 CN调查显示 特朗普对拉芬斯珀格的指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 他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支持者忽悠了 而且这个谣言还让中国企业华为无辜躺枪 据CN调查发现 最初宣称拉芬斯珀格与中国有关联的 其实是一个名叫迪克莫里斯的特朗普的支持者 此人前些天曾在接受美国右翼保守派电视台新闻极限采访时 抛出过一个大新闻 称布拉德·拉芬斯珀格 有个名叫罗恩·拉芬斯珀格的兄弟 是华为的高管 莫里斯还将这个大新闻发到了自己的个人网站上 并以布拉德·拉芬斯珀格的兄弟给华为打工做了大标题 然而虽然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和华为的这位高管都叫拉芬斯珀格 但这俩人根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佐治亚州务卿和拉芬斯珀格也通过发言人对外表示 他没有任何亲属给中国工作 或是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就连新闻极限媒体目前也在紧急澄清此事 称电视台并不认同莫里斯的这一说法 他们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一直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 还要求莫里斯拿出证据 这样一个稍加思索就能识破的谣言 特朗普却深信不疑 最主要原因是他现在真的急了 近期越来越少的人支持特朗普在推翻选举结果上所做的努力 他主张的数个法案都被国会推翻 就连副总统彭斯也拒绝帮忙推翻选举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 特朗普还是不肯承认办选 并且开始无差别攻击自己的同僚 只会让这位美国总统被更多人看笑话